大唐开国九年 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 秦王李世民受太子李建成的邀请来东宫赴宴 他深知这是太子为他摆的鸿门宴 虽然此时四周已经布满了刀斧手 但身为天可汉的李世民依然敢置身前来 一进到房间便对着自己的大哥冷嘲热讽起来 我差一点就不能来赴太子建成兄的鸿门宴呢 又都是你天侧府里的人挑唆的 秦王什么鸿门宴 我们都是兄弟 这时秦王李元吉赶忙出言替太子打圆场 我这个做弟弟的不日就要出征边赛 大哥只是请我们过来叙叙兄弟情谊 顺便喝杯剑行酒而已 你说 这剑行的酒怎么喝 秦兄弟在一块喝喝酒 你简张什么 李世民听完不愿再做口舌之争 只见他大手一挥直接摆出证据 眼下东宫廊下幕后布满了刀斧手 太子的心心未争 在城西挖着大腾等着我 准备把大谢八块的秦王 亦或是烂醉如你的秦王 就地给活埋了 这般精心的布置 哪里是给秦王送行 分明就是在给他李世民送终 不过他们这些小心色 李世民早就心知肚明 不然他也不会只身前来赴宴 太子眼见计划败露 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眼下用武力解决 肯定不行了 于是李建成准备上演一出美人计 只见他一拍手 便把自己的老婆叫了出来 让老婆给弟弟跳舞 可能是他们老李家的传统 看着眼前美若天仙的嫂子 李世民眼睛都看直了 完全忘了自己 还伸出险境 太子健壮赶忙拿出 珍藏多年的茅台 并且让待机亲自为秦王 李世民深知这是一杯毒酒 但他却一点也不害怕 还兴致勃勃地开始 跟嫂子表白 东宫府爷 你倒不错 我为夫人寸心如狂 说完 李世民便毫不犹豫地张开嘴 把毒酒一饮而尽 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万分高兴 任你李世民何等的英雄豪迈 不还是一样难过美人关吗